哈囉,大家好,大家安安 我是腿 永恆初心終於開放雅諾曼城了 雖然有不少任務都沒有開放 不過沒關係 腿會盡量把有開放的任務都解給大家看 那開始之前記得先按讚還有訂閱 這次我們要解的任務是弟弟的歌聲 是不可思議系列的第二個任務 那這個任務很簡單 送的道具卻很實用 建議等級整隊都有20等就OK了 啊記得要把影片全部都看完喔 影片的最後會有彩蛋等著你們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出發吧 然後我一樣把小地圖開起來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要到亞諾曼城的203-109 然後找這個月光傳夫說話 那我們進來月光花園之後跟著我走 我們要前往29-46 我們要前往29-46 小地圖一樣開起來 那這邊開始全部人都要對話喔 拿完之後 然後我們要先到50-33 調查一個東西 一樣全部人都要對話 因為就從剛開始就是道體 跟50-33的蓋亞之門對話 要花100元 然後會拿一個地蜘蛛 就從剛開始就出 接著我們到11-61 一樣跟他對話 會拿到水蜘蛛 會拿到水蜘蛛 拿好之後我們要到53-65 那這邊就一定要跟著我走啊 不然 自己走的話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跟著我走 絕對沒有錯 這樣就可以拿到火蜘蛛啦 拿完之後 一樣跟著我前往到18-31 我們會拿到蜘蛛之藥 我們會拿到蜘蛛之藥 那從這邊開始 只要隊長說話就OK了 其他人 都要留著蜘蛛之藥 那拿完之後 我們再回到蓋亞之門這邊 調查 然後進去 進來之後 對著這邊的蜘蛛 對著這邊的蜘蛛 說話 拿起來 會切換場景 然後跟著我走 我們要到 31-3啊 那跟著我走 就不會迷路了 我們要到 打火池之後 再回去 剛才那邊 那這邊 滿滿的都是重點啦 大家千萬要仔細聽喔 他們對蜘蛛說話 點燃 會切換場景嘛 對不對 對 到達蜘蛛之後 我們要去 43-30 然後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對 就是不要快轉 最後面 一樣會附贈超猛的 超猛超猛秘笈給你們 真的是超猛秘笈 絕對保證你們愛上 然後跟神秘男人對話 然後下一步 是 進去 會獲得儲藏式的鑰匙 然後我們往下走 對著儲藏式的對話 進去 然後進入這個 黃色水晶 那這邊是一個迷宮啦 它有10層 然後 怪物滿弱的 真的是滿弱的 就20幾等 然後遇怪率很低 它好像是 反正是1到10層啦 所以 我不確定 它總共大概是幾層 然後我來了好幾次 它有一次是8層 有一次是10層 那這一次 不知道是幾層 就實際幫大家看一下 那過程 雖然這個迷宮 會重置 不過因為音樂很好聽吧 然後就讓你們看一下吧 就順便聊個天 那我最近 都會拍 亞諾曼城相關任務的 影片 流程 那都還滿實用的啦 裡面的任務都是 會拿到 稱號啊 道具之類的 道具稱號 然後一些小飾品 都還不錯 就是 加減用 對 新手來說 很方便 對老手來說 也 不不小補啦 那敵人就是 小惡魔跟 天使蝙蝠 好 OK 那我們到達頂樓畫室之後 然後跟著我走 這邊 記得 解除隊伍 我 所有人 所有人 都要自己拿 肖像畫 然後這邊 要再組隊一次喔 然後跟他對話 這個步驟真的不能神 然後這邊 再解除隊伍 然後跟他說話 就會拿到天使的話句 一定要記得解除隊伍 因為對話 確定 就會被傳回月光花園 然後我們就拿到天使的話句 天使的話句 他的生命是加30到50 那魅力是隨機加1到7 那這樣就完成一輪啦 那我補充一下 天使的話句啊 他不可以賣NPC 也不可以交易 但是可以丟地上 也可以擺攤販賣喔 所以 也是個還不錯的賺錢方式啦 那接下來 就是前面說好 要附贈給大家的秘技囉 那當我們全部人都出來之後 換另外一個人當隊長 直接前往 五十之三三的 蓋亞之門 因為上一輪大家都有拿到 風之藥嘛 所以就不需要再跑前面的流程 然後就看著我再走一次 這段路很近啦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為什麼會跟大家說這個是秘技 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絕對沒有那麼簡單 你們以為只是省前面的步驟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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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好我們拿好打火石之後 反正就是 這就是剛才的流程啦 全部都交給隊長就好 等等這種頭戲就要來囉 有些人看到這邊可能就懂了 有些人啦 那有些人可能還不懂 因為這個 沒辦法 這就是偷吃布 真的是偷吃布 真的是偷吃布 從頭戲要來囉 沒有錯 跟神秘男人對話 解除隊伍 因為剛才所有人都有拿到肖像話 所以可以直接省略跑迷宮拿肖像話那一段 然後一樣解除任務 就是解除隊伍啦 解除隊伍 然後再跟他說話一次 所有人就可以再拿到一個天使的話具囉 你看這個方法一趟任務可以用五次 是不是超級方便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 我是腿 我們下次見 掰囉